這幾天美國的國防部發了一個軍力報告 這個軍力報告裡面有台灣的 也有中共解放軍的兩邊比一比 但是它的重點在新聞稿裡面特別講 說中國試圖把一中原則 跟國外強調的一中政策 故意混為談 來強調他們可以入侵別國 或者入侵台灣的重要性 裡面還特別講到另外一件事 中國對於美國國安跟自由開放 還有國際體系是最重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兩件事情 中國偷偷在發展他們的核彈頭 另外一件事情 美國國防部也不是吃素的 他們現在第七艦隊這幾天 又出動到南海去 你剛才知道剛好先講一件事情 中國一直搞錯了 真正的境外勢力 馬克思是德國人 列寧是俄羅斯 蘇聯人 所以他們其實真正境外勢力 果然就是馬克思和列寧 然後另外一個 他們的核酸其實為什麼 你知道他們的那些核酸業者 囂張到什麼程度 他們在今年9月17號在浙江 公佈了一個廣告 那個廣告是什麼 2022年核酸業者一個高峰會議 然後下面打了一句是 共同迎接核酸盛事 所以他們就是撈錢撈很多 對 真的 清零中下的核酸盛事 所以中國人當然憤怒了 可是這憤怒之後 我們就更要想一件事情 他因為現在 美國為什麼這麼擔心 就剛講到核子彈的問題 他們在2030年要1000顆 然後繼續還會到 所以2035年的時候1500顆 而且他們現在巨讓山 已經可以放到洞九寺 洞九寺那個潛水艇有規篇 所以當然就是想要威脅全世界 不要來理我 可是放心一下 因為連核酸都驗不準了 你覺得它那飛彈打得準嗎 可是原子彈 當然它的殺傷力是有的 我們還是要小心下 所以美國就要警告它 美國的飛彈巡洋艦 航行南海 中國當然會氣普普對不對 為什麼會氣普普呢 特別航行到南海 而且經過南沙群島的附近海域 沒有侵犯到他們所謂的領海 這是讓美國不承認的嘛 因為島礁不叫領海 那是自由航行前嘛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為什麼中國會氣普普 為什麼這個飛彈巡洋艦 靠到那邊去 他們過去的時候 敵康很多的飛彈巡逐艦也去啊 中國沒有那麼神奇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美國的海軍的一個部署 航空母艦 戰鬥群的一個部署呢 飛彈巡洋艦是護衛艦 護衛誰 護衛航空母艦 所以他是先來這邊熟門熟路 踩線的 所以現在是飛彈巡洋艦來 我在這邊搞清楚 那就是美國的航空母艦 有一天會到這個部分過來 美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因為他不是飛彈巡逐艦 他是來保護航空母艦的 所以他到哪邊 附近一定是航空母艦 完整的一個戰鬥群 所以中國要抗議啊 什麼什麼的 但是美國一定說 這是自由航行權 這是公海 所以你不用理他 但是另外一個呢 美國更要秀肌肉 秀什麼肌肉 好吧 沒有這麼多的核子彈 確實是威脅 大家也要注意 但是美國呢 今年很少見的 就把他的核子動力潛氣 他的二亥二級 不斷地亮相給你看 把你給浮出來 你知道核子動力潛氣 出海之後 理論上是不出現的 因為他就在水裡面 尤其美國的二亥二呢 可以在水底下50公尺 海底潛射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核子飛彈 參差級是從哪邊打出來了 神龍見首不見尾 然後所以呢 中國的國防部曾經講過一件事情 他們也最怕美國的核子動力潛氣 為什麼 因為送進中國所有的天上衛星 還有他們海洋上 那些海警船 動員漁船 找到美國核子動力潛氣的機率 叫做一千分之一 因為核子動力潛氣 它在水裡面 大海這麼廣闊 然後它的那個整個尾流 你看不到 它的聲音你爭不到 它在水底下450到500公尺以下 你也無法偵測 所以你頂多千分之一的機率 所以美國根本不怕被你找到 千分之一啊 對啊 美國根本不怕被你找到 但是美國會告訴你說 我在這裡 我隨時可以出來 而且我不怕你 然後另外一個呢 美國會快速地 更換它的位置 告訴你說 神龍見尾不見射 我今天在觀稿出現 我明天在橫須鶴出現 我一下就跑到地中海 我的核子動力潛艇 在水裡面怎麼跑 都不知道 而你的所有的飛彈 我知道你有這麼多啦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有275頁的報告 你的火箭金的基地 連火防在哪裡 我都知道 這就是美國告訴你說 你呢小心一點 所以你要記得密立出來 特別開會議 開記者會講說 美國才是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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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適合佩悟到亞洲這邊難 所以美國講說 我要退了一下 F-15 CD退了 所以這個時候 整個第一島鏈有空缺 所以他們就放了8到10架 F-22進駐沖繩 然後說這個時候就是要補空缺 暫時住一下 一住半年 你知道這半年很重要 F-22是美國的T門重器 T門重器 T門重器就是它看不到 F-22在雷達裡面 你知道它的大小跟什麼一樣 你看到一個光點 跟海鷗一樣大 真的啊 所以你根本知道它是海鷗 還是F-22 然後它又是重裝武器 所以它直接就可以踢門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怎麼海鷗會丟炸彈 這個是F-22 所以它要放進來 半年 那半年之後他們想要補什麼 有人想說是補F-35A 有人說補F-15EAS 新的 但是後面他們想一想 現在有女武神啊 有無人機時代啊 那美軍不會受犧牲啊 而且擺女武神 更重要一件事 你知道女武神這個無人機 是可以空中作戰的 有點像基戰未來 可是一架 代三架 那是F-35 所以美國沒告訴你的是 如果我這邊擺了女武神 代表著F-35 也許是在艾森科技之上 也許在美麗間上 也許在初明後上 也許住在南海的 美國航空母艦上 都有F-35可以指揮這些女武神 所以跟中國說 你看到的不是你看到的 背後你沒看到的 才是真正你要看到的好嗎 所以我看過了